也許再複製一個VILLE函數 如果用VILLE函數來做的話 那一樣的方式 如果用VILLE函數來做 一樣是用那個檢視與參照 最下面一個 我想這個VILLE函數 應該用的比較 比較多啦 我想大部分同學查資料好像都用這個比較多 那做法上第一個啦 LUCAVALUE 查編號 第二個的話就TABLE ARRAY 指的就是說你那個TABLE啦 TABLE其實是資料表 所以他意思就是有點像把它當資料庫來用 TABLE ARRAY意思說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表格 資料表在哪裡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範圍 那我的習慣是不選 那個欄位名稱以下的資料 指的是這個範圍 因為這個TABLE ARRAY指的是你要找的資料在哪裡 理論上不包含那個欄位名稱 那第三個指的是什麼呢 COL是COL COL是欄 INDEX LUMBER 意思是說第幾欄 那他會找的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欄 所以他會把 你的什麼呢 你的那個LUCAVALUE 這個001 去哪邊找呢 去這個TABLE裡面的第一欄裡面去找 所以特別注意 VILLE有一個特性 他只能夠查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欄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在第二欄的話 很抱歉 他查不到 那怎麼辦呢 除非 你把第二欄搬到第一欄去 就可以啊 OK 不過 這個可能要知道一下 他的這個 這個孩數特性 那再來的話 第三個問題說 那我幫你找第一欄 可是你要把 相對應資料的第幾欄資料 幫你抓回來 那我要的是姓名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是第一欄 這是第二欄 所以這邊輸入第二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我查第一欄 那我把第二欄 同樣位置的第二欄的資料 幫你帶過來 那RANGE LOOK UP 這邊有0跟1 其實說0就FALSE FALSE指的是 要找到完全一模一樣 如果你用1的話呢 是找 如果找不到會找接近 這個1有點像剛剛 Look UP函數 他的特性 找不到幫你帶接近的 那所以我們先用什麼 用0好了 假設用0來試試看 那按個確定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會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把001裡面的這個 吳柏威 幫你把他帶過來 按確定 好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 我如果希望能夠向下填滿 當然 一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把公式複製 貼 貼 貼 然後改什麼呢 改 本來是抓第二欄 的資料 有沒有 他基本上把001 在這邊找 找到之後 同樣 相對應的位置資料 幫你帶過來 那這個是第二欄 有沒有 所以這邊是2 那假如說你今天總銷量是3 名次是4 用水準是5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如果說用微量函數呢 其實他可以做一件事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呢 不過我們可能會需要什麼 本來是2 要把它變3 變4 變5 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當他向下填滿的時候 自動把這個數字增加一號呢 向下一列 不就好了 所以 如果說你要做出這樣的效果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你會用 你可以試著用 參照函數裡面 檢視比參照裡面有個函數叫Row 這個Row函數呢 不是Row 是Row函數 Row這個函數呢 主要是抓到你儲存格現在位置 是在第幾列 OK 他不管藍 所以現在這個列號是4 所以按確定之後 他回來就會是4 所以我直接把4怎麼樣 減掉2不就好了 減掉2的話不就剩2嗎 如果我往下的話變第5第6第7 不是往下有沒有發現 2345 不就出來了 那我直接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 Row函2 有沒有 複製起來 然後呢 取消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第幾籃 有沒有 剛剛2嘛 你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4減 還是2啦 所以打勾 你會幫你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有一些地方會跑掉 這個一定 這個 這個會跑掉 所以 在3的前面 加一個前的符號 因為呢 你等下向下填滿了 3不能加 因為他向下填滿自動會幫你加 加1就對了 那這個是規則 自動填滿的規則 另外這個範圍 那個A3到 那個E10 也是一樣 你也不能加 所以一定要把它固定 那也就是說呢 在 lookup value跟那個 要找的那個table array 這兩個都不能動 所以記得 這個第一個 把它改 Row减2 然後呢 其他把它鎖起來之後 向下填滿 基本上呢 你只要做一次 就其他就ok了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 改成其他欄位 比如說第2欄 Enter一下 有沒有 張顯雅 找到的 剛剛好 完全match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剛剛好 主要是利用 這個virus函數 然後去做查詢 不過 假如說 像剛剛提到了 剛剛table array 你想說 那老師我這個地方 如果 我以後不想要鎖 那麼麻煩 像同學 剛剛有問說 哪邊要鎖 哪邊不鎖 如果你不想管的話 有個方法 乾脆你就把什麼 這一個範圍呢 先定義一個名稱 也許這個 定義名稱 也許這個 這個名稱也許 假設了 這個名稱 隨便定一個名稱 要叫 資料 Enter一下 那我的習慣 這個範圍選完之後 在他的左上角 這個地方 Enter一下 那以後呢 這個範圍 就叫資料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 這個地方呢 將來 按個 delize 按F3 然後呢 選什麼 選資料就好了 按個確定 那他的好處是 你只要是名稱 因為也沒有地方可以鎖啦 其實也不用鎖啦 因為那個範圍是固定的 OK 所以基本上你就打勾 向下填滿 基本上也會是一模一樣 他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說你現在放在 同一個範圍 那感覺不太 出來 如果你是在其他工作表 其他工作表又會一個工作的名稱 又會更冗長 所以用名稱代替 相對的其實會比較簡潔 因為你看 那兩個字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用 那個v函數 裡面 也許你可以先定義名稱 另外colorindex 指的是你要抓到 其他的哪一欄 剛好 照順序 所以我們可以用 rore-2來 做出這個效果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用v函數 試著做做看剛剛一樣的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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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